Sony 的 Xperia Mark III 它在今年四月公佈 要要用到七月才來到香港 雖然它的討論度一定沒有一開始 剛剛出那麼高 但其實它也有幾多的賣點 今天就讓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部Sony的一制三代四大賣點 如果這些賣點吸不吸引到你呢 就另一回事了 大家好,我是Anson 在這個頻道和大家開箱喜歡評測不同類型的電子產品 所以如果這些影片適合你看 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按下按鈴鐺 把鈴鐺收到全部 那我出片你就會收到Youtube的通知 今次這部影片是由Tiny Rex贊助 你有沒有試過想拿一部iPad Pro出去工作 但又不想額外拿多個袋 安裝外置充電器、耳機、SSD、Adapter 之類之類等等等等 如果有的話 Tiny Rex的Ori Grid就可能幫到你了 Ori Grid是一個專用iPad Pro設計的Organizer 其中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它可以連同Apple的官方Magic Keyboard一起用 它後面就是一個拉鏈袋、拍扭袋 你可以把你的耳機、線材放進去 甚至乎整個太陽眼筋放進去都可以 而它最獨特的東西 就是這陣子可以自己編織的橡筋帶 隨著自己需要去設計這個Grid 例如你想放一些大塊的東西 好像充電器一樣 這樣就可以弄闊一點 如果想放一些小件的東西 例如SD卡就可以弄窄一點 令活度非常之高 其實一個Ori Grid 基本上就可以取代你一個小的斜背袋 又或者是你的袋沒什麼間隔 那你就可以用Ori Grid 安裝好你的配件 那這些配件就不用在一個袋裡到處飛 而且這個設計是來自一間香港公司 所以如果有興趣想支持本地公司的觀眾 就可以在下面的Description 連結購買Ori Grid 查看的時候記得用我的Code Anson 就有九字的優惠 再次多謝Ori Grid 贊助今次的影片 就是因為這些公司的贊助 我才可以繼續拍多些影片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記得多多支持 Support Creator 的公司 這部就是Sony Xperia 1 III 其實1仔一直都是Sony 每年最有代表性最高階的一部旗艦機 它是用Snapdragon 888 SoC 12GB RAM 它香港有兩個版本 一部是26GB版 另一部是512GB版 價錢分別是9299和9999 首先要說清楚一件事 這部影片的目的不是想用這四個賣點去吸引你 去買這部1仔 而是想幫你想清楚這部1仔 對於你來說是否值得買 因為如果這四個賣點 你聽完之後覺得很棒 很有共鳴 那你就是這部1仔 Target 的高群用家 如果不是的話 你自己想清楚 首先第一個賣點 就是它的設計 這件事放在底下 因為它最容易說 你喜歡它的設計 你就喜歡它的設計 其實沒什麼好說的 而我是挺喜歡它的設計 1仔3代設計 其實跟2代的分別不是特別大 大家的機身輪廓都是比較方正 仍然都是一個玻璃機身 不過今年1仔3代 就跟上潮流 在機背玻璃做了一個霧面的處理 那這種霧面玻璃加 牙式金屬邊框的設計 其實好老實說 不是什麼新東西 但是偏偏 Sony的手機設計 是有一種說不出的美感 很多人就會說 是因為它是一個日系的設計 我也不知道日系在哪 但是怎樣也好 即使這一個是大家見慣的物料配搭 但Sony是做到一種它獨有的風格 另外想插一插這部機的紫色 它是一隻很低調很暗淡的紫色 比上年那隻紫色更加暗 我覺得在某些角度看 簡直是黑色 我只是很喜歡這種低調又有些顏色的設計 然後前面也有一塊21-9的螢幕 如果你很不喜歡打洞螢幕、流海螢幕的話 我想除了Sony之外 都沒有什麼其他選擇 所以它這個東西是一個賣點 第二個賣點就是它的螢幕 今次的一仔三代 是第一部手機有4K 120Hz的OLED螢幕 為什麼我會AIR QUOTE 4K 120Hz呢? 因為當Sony推出這部機的時候 對於這個規格是有很多不透明的地方 到底4K和120Hz是否同步運行呢? 到底螢幕是否在行動4K呢? 等等等等 其實大家有很多問題 在這裡我講講我的看法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解答這些問題 首先為什麼你會聽到有些評論 說它4K是長著 有些又說當它在展示4K內容 才會有4K呢? 其實兩邊都沒有錯 因為兩邊是說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仔三代螢幕的確是一塊6.5吋 三八四零乘一六四四的Panel 總共是630多萬個Pixel 這一個是說螢幕的Pixel 就算這部機在展示4K也好 2K也好 1080P也好 甚至乎720P也好 它這630多萬個Pixel 都是會一起發光的 不會因為你展示2K的時候 它就關掉一半Pixel 你顯示什麼都好 其實是不會影響到Panel的物理特性的 所以當有些說法是說4K長著的時候 我想就是refer這個 但當它不是展示4K的時候 其實這部機的Render出來的Pixel 只有2560x1096 2K 或者1080P 視乎你怎樣看 而在這個情況之下 才會有120Hz這個refresh rate 在它展示4K的時候 只有60Hz 但網上是有人找到貌似有一個Render Mode 是可以同時間開著 120Hz和4K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Enable這個Render Mode呢?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單眼我都不知道 講完一大堆東西之後 其實都是廢話 日常使用是零影響的 因為除非你自己拍些4K120P的Footage去看 如果不是 都是這樣用的 但4K的確是有它的吸引力 而120Hz這件事的好處 亦都不需要我再重複 所以如果你是Value這兩樣東西的話 一仔三代是挺正的 第三個壞點就是它的相機UI 咦?為什麼我是說相機UI 不是說相機呢? 今年Xperia 1的相機不是很把握嗎? 唉...它連年都是這樣說的 不過認真 今年Xperia Mark III的相機 在光學工程上是挺創新的 它就是一個三鏡頭的組合 三個都是1200萬像素 一個16mm的ultra wide 一個24mm的wide angle 以及一個70-105mm的前望鏡式Telly 那為什麼它的Telly是70-105mm 是一個slasher來的呢? 其實就是因為Sony在這個鏡頭裏 做了一個可變焦距設計 它這顆前望鏡頭裏 其實真的有些鏡片在動 去改變這顆鏡的放大率 其實我們用來拍片的單反 無反相機的鏡頭 都是用這個原理去改變焦距 所以技術上 一仔三代相機是頗值得人欣賞的 我是很敬佩Sony工程師 對他硬件的執著 但是素歸素歸歸歸歸 它的鏡頭設計是很刺激 但是它拍出來的效果 我覺得是平平的 要讚的地方都有的 其實它整個相機系統的表現 都很平均 都是OK的 三個鏡頭拍出來的Sharpness 色水也都合理 絕對是一個不差的相機系統 但用改變鏡頭結構 去做到70和105的對焦 所帶來的好處 是不是這麼大呢 我暫時還未看到 還有當你的相機 賣9000多元的時候 我覺得Sony是可以做多些 我知道你在硬件上 在光學上 下了很多心機 但同時間 Image Processing 都可以下多些心機 而一仔三代相機最獨特的賣點 就是它的相機UI 今年的相機 只剩下一個 就是它們的Photo Pro 這個Photo Pro 其實是令到這部相機 幾乎成為一部RX100 它有P Mode S Mode N Mode 還可以將用的設定 save 當然這個UI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用的 Sony也很明白這一點 終於將它們正常的相機APP 即是Basic Mode 加進這個Photo Pro 如果你想在手機上 有相機的操作 那你便是這部 一仔三代Target的其中一類用家 第四大賣點 就是它保留了很多 幾乎絕種的功能 首先它前面有兩個前置式喇叭 你打機、看電影、看片的時候 就不用擔心自己的手 鎖住其中一個喇叭 我想這麼多間傳統大廠 只有Sony 仍然堅持保留著這個功能 然後機頂又有一個 3.5mm headphone jack Jack哥其實曾經 在以前的Xperia 1 是被刪走過的 不過Sony 作為一間這麼重 Entertainment Background的公司 出的機器當然要有這個Jack哥 接著又保留了現在 都不知道還有沒有人 Care的LED通知燈 以及慢慢淡出市場的Micro SD Card 如果你真的 真的好Care這一堆功能的話 一仔三代會有一部 挺適合你的機器 好了 講完這四大賣點 其實這部一仔三代還有一些 淡淡嬸嬸的賣點 例如它跟機箱裡有一個 30W的Charger 又例如Sony 一直很Signature 的IP6568防水防塵認證 但是我覺得最大的賣點 就是那四個 我不知道大家看這部影片 有沒有覺得 其實這四大賣點 是一些很specific的東西 是Target 一些很specific的用家 其實我之前都說過 Sony的Xperia 1 是一部很想吸引大眾的小眾機 大家經常都說 Sony的手機 市佔率很低很低 其實我覺得 原因不是因為它是一部小眾機 而是它太過想用一些小眾的功能 去吸引大眾的目光 我舉個例子 如果Sony的Xperia 1 真的這麼想Target 攝影師用家的話 為什麼它們的主攝鏡 整部機最Sharp的鏡頭是24mm呢? 沒錯 其實大部分主流手機 主攝鏡的Range都是24-26mm 但是如果你問10個攝影師 或者拍過照的人 他們最常用或者最喜歡的焦距是什麼 24mm通常都不會是他們的首選 為什麼不用35mm、50mm 這些比較受攝影師歡迎的焦距 去做主攝鏡呢? 這樣更加獨特 同時間更加貼近Sony想Target 那些用家的需要 Just a thought 如果不適合聽過 Sony 這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你對這部10仔3代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降低 其實這條影片裡面有些點 我在我的Podcast TheBigBite 都跟Ockman談過 如果你想早些聽到我對新機有什麼看法 就記得聽我們的Podcast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就記得LIKE這條影片 不喜歡的話我建議你重頭看多次 我是Anson 你好 Ij Anson Target 找到我的 我們下次見 我分享一件近期令我很興奮的東西給大家聽 就是我喜歡有卡片 我大謊拍了YouTube 我也不知道多少年 第一次有一張真真正正的做我的卡片 其實一直都覺得不需要卡片 但是近來開始多一些活動 就算了做一張 出來的效果是挺開心的 這個是我一個設計師的朋友幫我設計 Shout out to Colin